欢迎大家回到澳门丁台EP99 我们今集来谈谈神奇新闻 内地有个奇人异士 他天生是四肢残缺 男人的终极目标 不是说他四肢残缺是终极目标 我们交给阿荣来说 他说中国有对年体夫妇前几年爆红 天生小波的下肢就失去了双腿 而妻子阿嬌就没有了一只手 他们互相扶持的情感成为一事佳话 两个人纯粹拍抖音片成为网红 人红是非多 感情新变 近年不停传出两个人已经分开了 小波就踏上了女大学生 抛弃阿嬌的消息 传言越传越离谱 事情的真相是怎样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故事 根据新浪网的报导 这对网红夫妻是残疾人士 关于两个人的背景 各有各说 有多人相信丈夫小波 车祸到失去下半身 因为患上了抑鬱症 尝试自杀了好几次 后来加入了残疾人士联谊会 遇到同样因为车祸 失去了另一手的阿嬌 两个人声声枪式 情不自禁 他们分后有一女 两个人做小生意 也是的 很难找工作 由于阿嬌 用竹拖 背着小波 这个行为 令到很多人被这个画面感动 有网民建议他们拍一些生活影片 怎料他们真的拍了 一拍就爆红了 成为了抖音平台的网红 继续改变 生活环境 成为了连体夫妇的这个称号 两个人的影片多数是 以短片呈现的 内容多数都是 日常很恩爱 你夹送给我我夹送给你 感动了不少网友和他们加油 和课金给他们 后来 小波结识了一个女粉丝 对方被阿嬌家境富裕 而且 还是身体有手脚健全的女大学生 所以两人 发展出不伦戀 不伦戀不是爸爸妈妈的 不伦戀 出鬼汗也算是不伦戀 丈夫小波 毅然 抛妻弃止 拥抱新人 这个消息 亦都说 阿嬌自己带了女儿回家 在乡下住 相关消息令到网民相当生气 纷纷讨伐小波 身体只剩下半折 还可以偷食 不过两个人从来未接受过采访 爆红之后 亦都停止了 更新这条影片 他说的爆红应该是这些新闻 出轨的电视爆红之后 没有更新影片 很多人都怀疑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亦都怀疑 本身他们的账号只是为了炒热 先前传出了两个人 其实是连看轻媒 在峰媒露转 手术分开之后 各自炒尋幸福 不过这件事的说法 很快被人否定了 到了真相是怎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 而且两个人 亦都没有再上传新影片 分开可能性非常之高 应该就是这样 亦有些网民有留言 大家可以看看 他就说 一个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女人的眼光 就是这么好 他是不是选择了烂桃花 烂桃花 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人做小三的 他是指这件事 还是指什么呢 他应该是指 好家不选择了一个烂铲 可能他觉得他有名气 好像很吸引 有些人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是吧 但事实上乘无心 就是觉得我想照顾一下他 有些人都会想照顾另一个人 其实这个 正式了一个说法 就是 无论男人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 是不是仰衰 有手没手也好 都可以外遇 是啊 我也是猜不到 有心就可以了 没有我看到一些新闻 我真的猜不到可以这样 都可以出轨 是的 所以其实 应该说你 你追不上女儿 其实就是你的问题 你幻想是怎样 怎样出轨 一天都背着他老婆后面 用手机 即是他老婆在前面走着 他在后面追求女儿 跟女儿说 我们今晚趁我老婆背着我 那时候我们去背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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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家里背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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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就是人定勝天 好像用在這裏 好像用錯了 大家看到有一個更誇張的事 在日本有個叫做月母楊康 最近有最新的消息 她已經46歲了 跟一個20歲的新女朋友同居 她之前結婚 婚內是出軌的 曾經偷吃過50名女子 但她是手都沒有 四肢都沒有了 她只有一個新鞋和一個頭 這樣也可以偷吃 我真的想像不到 完全想像不到怎樣 大家全靜了 應該是說你丟一個問題出來問我們 她是天生補四肢 上帝關了門就留一個窗給你 窗很大 她沒有四肢但又有特別的長處 我看到網民寫著說 沒有腿也可以劈腿 厲害 這個地獄笑話 還是有些人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人有很特別的性癖 很想嘗試跟眾人做 我覺得會 我看到她有打卡 每個女生和她都有拍照 應該是有人想嘗試 說真的不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試到這樣去做 是的 的確是的 我覺得還是要女生自己找她 我覺得她應該口才不錯 一定 她是演講家 說髒話 厲害 是演講家 是演講家 是呀 她應該口才不到 她會碰到那些女生 然後那裡又特別有長處 因為我看新聞說 這個AV男優帝王 清水健都摸過她那裡 她說是很厲害的 竟然是這樣 我看新聞說 她說男優也證實在那裡很厲害的 可能那些女女加她 她一邊說哄那些女女 然後又告訴她 我也很厲害 要嘗一下 有清水健認證過 那她應該更加好吃 是的 那些女女就覺得 好吧 嘗一下 反正 然後她說 假設你是月武陽康 你叫那個女女試 你不行的 你可以走的 反正我追不到你 是不是 你找到地獄啊 不是地獄 我是代入她的角色 那些女女說 反正如果不行 我就可以主動離開 那不是我試試 OK的 繼續試下去 所以其實你說 你要代入她的思維 我代入其他人的角度 我覺得那些女女完全不能自圓 是的 我覺得是自圓的 還要想想想 她沒有手沒有腳 她怎麼做呢 也要女兒幫她做她那份 是的 所以其實那個女兒責任歸於女方 完全是的 我們說有時是那些 譬如說有腳 那你的溝女都要 我講到程度農時 女生都不會主動的 通常都是男生 出手的 她連脫衫脫褲也有個女生方向 你只剩下嘴巴 讓女生主動動手 是高級的 真的完全靠嘴巴 她完全不想出激勵書 只是出那些溝女書都已經很麻煩 因為如何沒有手沒有腳都可以溝女 你學了 她教了你這麼有手腳 不就溝通了她的女 她應該不會 要這麼多女 我認為她吃那些應該是有些特別性癖號 而且她應該是懂得捉到人性的樣子 對呀 有什麼的言語 她應該是心理學的大師 她46歲 她可能只是吃年輕人 混添一些20歲 好像利安納到比加超 但是她又不會被人知道那一刻那麼有趣 會不會是她 會想被人知道其他20多歲的女生過來找她 那她沒有手沒有腳也要製造一些令人驕傲的事情 就是令她自己驕傲的事情 我想說看到這些帖子下面 如果她是正常一個有手腳的人 出軌吃那麼多類 那些人每個人都會罵她 就像之前那些明星一樣 但是她越武揚康 就沒有什麼人會罵她 有的 好像日本那時候 因為日本其實算是一個 外遇比較多的國家 因為可能他們供時長 另一半就很少跟另一半見面 所以就外遇比較高 但是她發生了這件事 我記得她那時候 去到後期 是有參加那些什麼市議員 爆出這件事 她連議員都不能做 但是現在又好像逐步逐步 又繼續想做議員 不過好像 雖然想做議員 但是她有性生活這方面的外遇 要繼續保持 對 她還沒有議員 即是大家的雀眼點 更多是 她這樣也吃到女兒 而不是說 你很賤格 這樣出軌 她好像蒙糊了大家的焦點 也是的 很難不蒙糊 大哥 你這樣也吃到女兒 我有性格 吃不到 就是我的問題 不是說笑 真的很特別 天下無奇不有 竟然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如果有人吃到 算了這樣說 一定會被人罵 不要這樣說 我都說地獄 你們說地獄嗎 都挺地獄的 你先說了 好地獄的 我試試說 我試試說 你不要留言罵我 你要說好地獄的 好地獄的 如果我有手有腳 都能吃到一個 沒有手沒有腳的女兒 那我也厲害 如果是 我覺得 可能那些女兒 有很多男人 有特別癖好 都很想吃的 但是 女兒的話 應該輪不到你了 大把兒子上市 你明白嗎? 本來女孩子 肯定這件事 就是大把兒子排隊 也是 輪不到你了 好吧 那我回答你了 差不多了 還有沒有什麼話說 沒有 如果給你 你會不會上 像怨武陽康 那樣的情況 沒有 我想有手有腳 但是那裡很厲害 有很多類的 那我也可以有手有腳 也可以很厲害 是的 是不是 怎麼會有人想 你也不想 假設有手有腳 但是不厲害 你要選擇 逼你選擇 很極端的情形 有 那我寧願有手有腳 是的 醫學那麼發達 或者會不會平時做一些電亂深蹲 練好 很難說的 或者裝過一些曬把噴的機械JJ 因為我現在看著魯菲的模型 如果我有身宿治愈的能力也很好 不是開玩笑 好 正好 這集來到這裡 喜歡聽的就記得 哈哈哈哈 不是完結了嗎 完結了 笑什麼 來到這集 喜歡聽的就記得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們 按個鐘 就是馬上通知你 有新片 Apple Podcast 記得給個五星好評 我們謝謝 我們下集見 拜拜